啊 好久 快點 這很像我以前玩的地下城 鞋帶也沒有什麼攻略教學 還蠻簡單的 最好只有當戰鬥 像我以前玩的一款地下城 我覺得那款也蠻紅的 對啊 那可能他復活了 斷裂手機 等一下聽 其實我發現素品的玩家還蠻多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素品手遊到底有什麼好 其實素品手遊就是 手機玩家很多 那全屏手遊可能就是線上有人家比較多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覺得素品手遊是第一名 問為什麼 就是 以一個 使用者 應該想說 到底哪 哪個 素品的全品比較好 那我其實還蠻懷念這款的 可以把這個新都有 可以把這個新都有 這邊可以轉身